慶祝一年一度的農民節 日立向農會基盤農民節表揚外丹 總共表揚農會共所地改中 日立分中 推薦的六十位優秀農友 國內應在農業財部的管理、經營 各方面繼續提供行銷 提醒技術 我們等中也要按照永定三度 以及慶祝的外丹 對面的更是輝瑞流列 由農業財農會主辦的農民節表揚台會 在社區府如大來政策的官務表演 集合流的進行 今年農民節農業財農國內 推薦優秀的農業來接受表揚 包括農業管理、經營、財壁技術 農事提供交友等方面 針對我們魚池鄉內 其實我們主要特色紅茶、香菇、蘭花、咖啡等等作物 它裡面各個表現比較優異的農民 包含在我們運銷裡面 比較行銷上比較強的 還有一些是種植有特殊的表現的 我們整個優異的農民去做頒獎 對這些農民有很好的作用是 第一個我們可以鼓勵它 讓它未來在種植上也能夠更有信心 第二個也可以鼓勵它在季菜的部分 就是在我們運銷的部分 能夠支持農會 讓農會裡面能夠有更好的業績 今年來的農會輔助提供一家 向來散佈、咖啡店農作物 都有很好的成果 除了不用蕾須獎的農友 繼續為蜥蜜鄉的農業 發展來打拼 也在台南道館的農業不斷來拿手 庫館上來之後 一直在對我們的農業 一直在增加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說 可以來申請什麼 比如說最近我們有一個科技農業 你也主要說我們的蟑螂 我們的皎白筍 是要當早的可以申請 或是說你那裡 尤其肥涼要崩潰 這也說都可以申請 為了要迎接完蕭節來教 表揚台會也安排輸贏湯 慶祝完蕭節 邀請農民朋友來董落 阿京非常高興來參加到 我們那裡鄉農會 所辦的農民這個 這個慶電 在在慶電之前 我們就叫到 那裡鄉十三川的 姐姐妹妹們 共同來這裡搓湯圓 因為大家知道 還有兩天就是我們的小姐 在小姐之前搓著 幸福滿滿的這個湯圓 讓大家有一個元宵 大家好過年 因為說搓湯圓 當圓圓滿滿 福氣滿滿 大家也當小過年 所以可以用我們的湯圓 來慶祝 在廣場 讓各位鄉親 大家可以共同在這裡 大家來搓湯圓 還可以祝福祭廚的元宵節 大家可以元宵節快樂 蕭蕭香的香菇 南火紅茶咖啡店農得散 在農民辛苦的經營之下 加上農會公所頂端有的提供 期待再創蕭蕭農業的好生日 記者歡迎昆茶方報導